早餐摊点的废弃油属低购油的一种 处理不当就可能回流餐桌危害健康 上海昨天率先在杨浦区试点回收早餐的煎炸废弃食用油脂 由社区街道统一监督统一集中收运回收的废弃油 摊主还有补贴 早上九点半杨浦区安徒路的早餐摊点开始收到 摊主在街道管理人员的指导下 将用剩的油倒入统一的废弃油脂收集桶里 而以往废油往往会流用或者倒入下水道 据了解回收的废弃油登记了数量 今后会一并发放补贴 每公斤补偿四毛钱 而废弃油则会进入正规的回收渠道 每天做到日产日清 有专人的登记和专人的监管 他们之间也产生一个互相轮回监督 通知有资质的回收单位来定期的回收 跟收运处做到一个无缝对接 早餐摊点的废弃油属地沟油的一种 煎炸食物油温超过200度 反复使用后会产生致癌物 本病比等不良化合物 早餐摊点废弃油统一回收 将陆续在上海各早餐点推行 东方卫视记者顾佳明上海报道 早餐摊点废弃油